6号晚上,昆明市西山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一位记者立刻用家中的数码摄像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我看到这一物体在夜空中发出较强的亮光 其亮度要比星星亮得多,其极也要比星星大得多 而且它长时间悬浮在空中,没有移动位置 周围也没有闪出灯,不可能是直升飞机 最牛的是这一物体几分钟之后就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 在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,这一不明飞行物呈菱形 飞行物中心有一个圆形的深色物体 而四周则有4到6个颜色较亮的且不规则的椭圆形物体 在变形几分钟后,不明飞行物四周的颜色由淡蓝色逐渐变为红色